台灣人很喜歡喝茶 不過現在呢 台灣有多家茶商 涉嫌透過三頂貿易公司 把大陸的茶葉 轉運到東南亞國家 在私運來台 好 士林地檢署 昨天就搜索了十家長行 扣回帳冊跟茶葉樣本 推估呢 這四年來 有近兩百萬公斤的大陸茶葉 混沖台灣茶來販售 涉案的還不乏百年老茶行 其實呢 我國法令規定呢 大陸茶葉不能夠輸入台灣 不過泰國跟新加坡等地的茶葉 是可以進口的 三頂貿易負責人 就把大陸茶葉 以貨櫃轉運到 泰國跟新加坡等地 再用不同的貨櫃來運到台灣 每次呢 輸入一到兩個貨櫃 而每個貨櫃有兩萬公斤 而茶商再以一公斤 三十到六十塊 不等價格來購買 混沖台灣茶葉之後 再以十倍的價格賣出 賺取暴利